2014年318佔領運動期間 參與者為標示各種在現場發生的活動和群體 利用回收物製作出紙建築空間模型 經過多年 藝術家廖選真與黃毅潔 以參與運動現場的遺留物為基礎進行創作 試圖以藝術回應時代的歷程 這個展覽它其實是從 另外一組叫做紙建築的作品發展出來了 那這紙建築其實是一個 我們重新在2019年回到青島東路的一個行動 那這個行動的主軸其實環繞著一個 在318運動期間製作出來的一個紙模型 那到這次的副本這個展覽中 我們其實把這個紙模型給變成了真實的建築提案 那我們找了建築師跟我們合作 把這個紙模型變成是一個實體的建築設計 尤其是我們針對的是立法院 這個蠻重要的空間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一個去重新去思考說 從這個318運動所留下來的模型出發 那我們能不能在副本這個展覽中把它變成是一個實體建築的構築 而這個是一個有點像是說重新去構想一種民主空間 跟一種新的空間形態的一個一個嘗試吧 應該像是這樣子 以國會議場的建築為假賞情境 創作出副本這件動畫作品 由音架衍生出複雜的連結系統 將一場複寫為隨著時間 變換虛實的有機量體 那這些設計的過程其實都是一個 都是變成是可以提供訊息的一個機會 那裡面提供的訊息就包含了我們 我們對於這個運動的一些態度 一些立場 然後我們也透過聲音的加入 然後把我們這幾年來參與其他運動的一些經歷 也都加入了進去 所以對我們來說這個有點像是 不只是在談318而已 而是說把318和其他的各種不同的運動 給做一種重新的組織 然後讓它的意義不只是停留在那邊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對這幾話來說 展覽副本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到12月5號 隨著事件逐漸消退 藝術家透過創作 試圖為318佔領運動 帶來持續的能量 尋找新的意義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